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再看下一张 对是1949年就是国庆大典之前初春吧大概 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员一块集体流营 开始要开政协会议了 商讨建国大计 对 但是上面就是1949年也是1949年初 蒋介石和宋美龄到浙江最后一次祭祖 然后就到台湾去了 最后一次祭祖 你看蒋光头 宋美龄还是比较爱惜皮肤的 中国人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 就祭祖 他要告告告别大陆了 还真是 他此后再也没有反攻大陆 对 然后就跑到了台湾 在台湾又是一场风风雨雨 对吧 所以说我其实一直 咱就为什么说到最后一张照片 我就想起台湾这个话题了 台湾这个话题 它有过很多经验 我觉得特别想听听 咱不如从最近一电影说起来 大家不知道这个电影 从台湾聊到大陆 不是 从台湾聊到香港 从香港聊到大陆 海角七号 这个陈老师还是刚刚看了这个电影 这个感觉如何 我很感动的 很感动的 它是我看到第一部电影 再也没有大陆背景 再也没有国民党背景 真正的一部台湾电影和人民的电影 可能它再差一部 可能会被理解成为台独一个舆论 但它没有 它停下来 就是它告诉你 台湾在这六十年前后 它的一个 它的归属感 但是要非常审慎 它的归属感在哪里 因为大家会得出一个结论 可能是日本 但是它在这个电影里面 处理的分寸 我觉得把握的蛮好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你像现在 我一开始都是说好 在台湾火 但是最近 我也看到一些台湾文化人士的一些评论 有的评论 就是反而是批评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种文化相仇 是不是到日本找文化相仇呢 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 你对历史的涂抹 实际上当年日本占领时期 还有另一面 对 但是你把这个东西 甚至说是真的用一个日本 演那个日本歌星的 是真的一个日本歌星 又跑回到台湾 这个台南乡土里面 那意思就是说 还要用一种日本人的眼光 来看我们的东西吗 也有这样的一些争议 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 都是很批判性的 对自己的东西 那是很难免的 比如说我在台湾长大 我对台湾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批判 反而我认识的比如说很多大陆的文化 像陈丹青呢 就对台湾呢 评价会比我们这种人要高的 会 但这个电影我觉得它好玩的地方就是 它是两个时代的一个 这么一下啪接起来 这两个时代是什么 一个时代就是 一些老一辈台湾人的对日本的怀旧 嗯 那个怀旧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就很 以前我在大陆跟朋友谈起这个 很多人反应就很大 说你这怀念日本殖民帝国 怎么样怎么样 但不是的 呃 你想想看你如果 你你家里头 小时候你住的地方 然后有一天 你回去发现都拆了 都没了 然后你就开始怀念那些小时候 天天跟着你长大那些事 然后你就会觉得童年真美好 那个时候那些东西是怎么样怎么样 这就是怀旧对不对 嗯 今天对很多台湾人来讲 嗯 他怀的那个旧 无可避免是当年日本造下来的嘛 嗯 街上的日式的木头房子 小水沟 不要忘记在那五十年 五十年 整整五十年 对啊 他彻底改变了整整五十年 整整五十年 嗯 然后你你那个怀旧是完全超越任何的国家 或者什么民族大义那个东西 嗯 我不可能比如说像我在乡 我是香港人 嗯 我在想看到一些老 英国人留下的东西我也会怀旧 嗯 但这个跟什么殖民 我不会想到这个 你想到哎呀 小时候住那地方很舒服 你不会去想什么鸦片战争呢 甲午战争 不要想 政治觉悟不会那么高 可能有政治觉悟 人最本能 你怀旧怎么会把那个东西参进去 这是第一 那第二就是 新天的台湾年轻人很哈日 其实不止台湾年轻人全东亚 包括中国年轻人也是一样 很多日本式的美学 它的流行文化 对我们影响都很大 那么它是两个东西 趴这么接起来 嗯 所以他拍电影的风格 画面很日本 其实已经很今天的日本的年轻风格 就是要有日本流行歌手 但是又有这么一个 当年日本留下来的本土味道 台湾本土味道 这么接起来 所以为什么让人感觉啊 他好像跟日本关系那么密切 它是双重的一个东西 嗯 其实要照我的感觉啊 他也并没有说是美化什么 对吧 他只是一个一个一个 当年说他这个写的这封信嘛 嗯 就是当年因为日本占领了这里 所以日本的一个什么小学老师 中学老师 就到台湾这里来教书 嗯 那么教书呢 他可能爱上了一个女学生 但是呢 日本战败 他走了 走了 他给这个女学生写情书 那么你说 嗯 他避开了所谓是不是政治了 是这样 就我觉得做历史叙述啊 我们太久习惯一个一个大叙述 而且这个叙述总是假定在一个 政权的或者国族的一个立场上去去去去记忆那段历史 但是历史是非常非常具体的 他在每个人那都是私人记忆 诶 都是私人记忆 活生生的 嗯 他就是关于祖母的一个记忆 关于一条街的记忆 嗯 我可以举个很 举一些可能很极端的另外的例子 就是说 比方说法国人 比方英国人 嗯 美国人 我不知道日本有没有这样的电影 就是在我记忆当中 我90年代看过一些电影 就是他们甚至会反过来怀他们在异地殖民地的旧 怀的一塌糊涂 对 怀的一塌糊涂 嗯 在南非或在北非 或者在阿尔及利亚 或者在在在在在哪里 嗯 就是 当然从我们的立场来看 这个我们有屈辱 你们是殖民者 我们是被殖民 但是殖民者也有私人 他也有私人 你知不知道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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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日本人如果他长在满洲国 然后一直长到将近十来二十岁才走 那么他带走的不是满洲国的记忆 是他的青春记忆 儿童记忆 和婴儿记忆 所以当他讲满洲国的时候 你非要说他是在说政治 或者要给他一个历史上的判断 这就很困难 这就很困难 他想他那条弄堂 就像你们很多知秋 他想起那个时候的那个北大光的岁月 他也有一种类似美感的 最近最近刚刚给那个这个司徒雷登 差不多是是恢复生育 平反是吧 入土为安 司徒雷登为什么这么爱中国 因为爱他的童年记忆 对 还有一个亨利鲁斯 亨利鲁斯创办生活杂志 是吧 然后他又是那么一个大家族 问题他想念山东 他在那长大的 对 他未必爱中国 但没有人不怀念自己的童年 就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要用意识形态 尤其历史意识形态 你要去要求一个人 在一个时期 你谈到这一段的时候 你要有个正确的历史立场 一个政治立场 这个非人性的 嗯 我有一次从纽约坐飞机回来 坐在我前面一个非常胖的一个白人妇女 就不断的激动 就回头要跟我讲话 嗯 原来我知道 他说 他说他在上海虹口长大 他已经有大概有 弄弄弄弄 他的父母在上海虹 二战结束 才才飞到美国 他是被虹口收留的犹太人 所以他很大的一个愿望 就是哪一天他要到他父母小时候长大 那个地方去 所以他说今天我终于可以到上海去了 我要去 你们知不知道虹口去 还把照片给我们看 所以你说他爱国吗 他爱中国吗 他爱他的爸爸妈妈 然后他要知道他爸 他要找他爸妈妈的记忆 而且他未必能找到 所以类似像这六十年 这封信没有收到 或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我愿意相信他有 这才是人性 然后人性里历史才会出来 真的历史才会出来 真的历史总是具体的 会写了很多很多私人记忆 我觉得如果比如说 要是不满意这个电影 就是片面的呈现 日本统治的经验 没关系 你可以拍一下 日本当年什么物色屠杀 也有 日本的确那个统治 是很两面性 是什么很复杂 那个东西 但你不需要这样 一部电影 给我所有正确的叙述 重要的是 你如果觉得 还有一部分叙述没有出现 你再拍一部电影 我觉得欧洲他好就好在这 关于二战 他有太多不同角度 他二战被拍完了差不多 结果你很惊讶到八九十年代 甚至到现在 还有二战电影出来 他越来越往私人记忆走 你记得有一个叫 European European 我知道 欧罗巴 欧罗巴 多好的一部电影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电影 来回忆抗战 他就是一个小孩 他所有德国兵都喜欢他 因为同性恋 特别喜欢他 但是不能脱裤子 一脱裤子就知道 他受过割礼 他是个犹太人 结果他平摊了张脸 他从小根本就在德国长大 结果居然没有任何问题 但最后他有认同感 就是在二战当中 犹太人是受迫害的人 可是他在回忆二战的时候 他和奥斯维新集中营的人的回忆 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不能说他那个不是回忆 所以欧罗巴 欧罗巴 这句话就出来了 往往这些东西 好像还特别容易感动人 他跟人的人情 人情人心是相通的 问题只有艺术能做这件事情 史书做不到的 自然回忆可以有一部分 但是电影 他最让你就是煽情 就活生生的人 你像电影到最后 那大船 那哥们在上头 都不敢露脸 我有点想起Lover 那个电影 最后也是大船分开 一个法国人 一个越南人 就这里面 他会打动你 煽情 人皆有心 闻到觉得 都有点烂情了 我是觉得他是三心 咱们接下来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你说飞机上碰见人 我倒想起 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 我就是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 人私人的人与人之间 聊的都是人情之常 你第一次的时候 我第一次的时候 那就别说了 我已经38岁了 我到了台湾去的时候 我爷爷从来没见过我 看到我 当然先是寒暄 你几点到的 咱们上哪里去 先坐下来喝杯水 什么这些 你快坐下 什么什么 但问题是 他忽然自言自语 他说解放军 实际上带我很好 我就非常纳闷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为什么话头 刚开始说这句话 我相信他第一次看到大陆人 并不是真正第一次 看到一个孙子来了 就是他跟共党银盘打仗 他参加淮海战役 然后做了战俘 然后再逃出来 再跑到海南岛 然后再到台湾 是这个过程 之后他的儿子在大陆 又生了孙子 然后这个孙子 现在在他面前 所以其实我对他来说 作为雪清来说 是一个很生疏的对象 但是作为政治符号 我是第一个他在淮海战役以后 面对的一个大陆银盘来的人 所以这种感觉 那你呢 你到了这个台北 你见到的第一个政治符号是什么 当然青天白日旗啊 还有还有那个那个宪兵啊 对啊 那时候我就觉得 怎么说 我要开始跟两个台湾面对 就是一个是国民党的台湾 还有一个就是 我到现在才慢慢明白 那就是日据时代留下的台湾 大街小巷 尤其是你离开台北 在台中啊 或者九份啊 阿里山啊什么那儿 其实是一个迷你的 这个日本 日本味很浓 当然你真的再到日本去 你又知道台湾是台湾 对 那么我倒是想开去 我觉得看了海角七号这个电影 我的感受就是 我们太多私人记忆湮灭了 湮灭在哪呢 比方说大陆这么大 比方东北人对俄国人的记忆 有谁表现过没有 然后四川人和云南人 对抗战期间 南来的政府临时政府 他的记忆表达过没有 因为肯定有很多恋爱 肯定有很多私生子 肯定有很多历史纠葛 肯定有很多没记出也没收到的信 还包括当年在那些地方的美军 美军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在美国我妈妈这个老人院有个老太太 有个老太太 她就是在武汉还是重庆那儿 就跟一个美军的一个会计 就当时她只有19岁 那个会计只有21岁 两个人还有很大的彩色照片 就当时的彩色照片 就给我看 那我在纽约跟她谈 我就希望她告诉我 就当时怎么回事 那个照片太有意思了 就是这个 这个她还有在美军吉普车上一个照片 就一个武汉的女孩 带着一个那种传行帽 意气风发 单纯的要命在那笑 然后大战结束了 结束以后不久就美军车走了 车走她就走了 这个问题他们有了个女儿 这个女儿跟我一样至亲 长得完全像个美国人 你想这张脸在湖南农村 要受多少委屈 然后到文革以后 他们梁木子就到了纽约 到纽约 然后那个美国兵 带着她现在的太太来认他们 把他们办出来 就这样子 那这样的夫妻不是一对两对 太多了 所以我老想起 过去我们拍的一个纪录片 里边有那么一句话 就说当年 从就跑到这个台湾的 一百万人还是两百万人 就说从这个贩夫走出 从火夫 一直到蒋介石 无一例外 都是被命运带着走的人 对啊 我在台湾还看到过很很珍贵的记忆 我记得是九十年代 就是在 在台湾还很困难的时候 大概六七十年代 有不少就是女性 就是现在咱们叫小姐 好像跟境外的人有了孩子 有了孩子以后 然后这些孩子在九十年代长大了 差不多在十九岁到二十五岁之间 由他们的异国父母陪着 说你们大了 你们应该去找你们的生母 然后第一例在台湾 就没有人敢出来承认 说这是我的女儿 最后有一个勇敢的妇女 出来承认 这是我的女儿 然后镜头就从他们飞机场 迎接到这对外国父母 欢天喜记带着自己女儿进来 然后在派出所的一个什么地方 那位女士出来了 然后抱头痛哭 可是女儿高兴得要命 受外国教育的人 她不伤感的 她就说 我找到我妈妈了 你是我妈妈 然后那个娘是哭得一死去活来 后来第二例 第三例 第四例就出来了 那才是真的历史 你记得就是前一阵 就是台湾闹出过一个 很有意思的新闻 真是人间传奇 就是说那个时候 一个那个大陆人 他是先跑到了越南 然后后来呢 才到了台湾 那么他在越南呢 留下了一个女儿 就是怀着孕的时候 这个男的呀就走了 到台湾了 然后呢就是多年之后 就前不久 这都老头了 他雇了一个越南小保姆 用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小保姆就离开 就到另一家去了 但小保姆丢了一个包 在他家里 他把包打开一看 原来这小保姆 带着当年他妈妈 给他的信物 就是这个人的 在越南留下的女儿 他又找到那家 哎呦 你是我在越南留下的女儿 其实这么说起来 就知道台湾是很复杂的 就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跟日本的关系 都非常复杂 而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 就有不同的记忆 这些记忆呢 我觉得最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 就是两岸都有这种问题 就是我们越是用一个很主流的 很正统的东西去压 后遗症就越大 对对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小时候在台湾那时候 两讲统治的年代 我们刚刚说这种 跟日本的那种 那种关系啊 是绝对要压的 嗯 就一面倒的 把过去日本统治时期 说的又怎么黑暗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国民党来了 大家就好日子了 如何如何 结果你这样子就使得 所有那些被压抑的个人记忆 私人记忆 就成为是见不得光的档案 而那些人又会有恨意 又会觉得自己不公平 你对我不公平 你对我的记忆 我这个人不公平 好了 你国民党下来之后 这些一上去 又马上反过来了 对啊 就是日本当年什么都很好 其实这个就变主了 那现在就轮到 所以为什么人家知识分子 说其实不是 日本当年有很多问题 所以总是这么搞的话 记忆会报复 你记忆就报复 报复就走另一个极端 其实今天我觉得 在两边都有这种问题 所以这种东西 你让它还出去 大家是全开放的时候 我们反而不容易这么极端 把这个历史记忆 把它扭曲变形 垄断成为某种政治主张 背后的一个资源 就不要抹杀人 不要抹杀 不要抹杀 这一类记忆啊 都是委屈的记忆 就是越委屈的记忆 越是不肯走的 不肯走的 你给他机会 他会站出来 你为什么说你到台湾 你有一个委屈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到纽约第一年 就有这个感觉 纽约 到纽约第一年 我到China Town China Town当然 我想象当中是一个 广东人的天下 我祖上是台山人 结果我才发现 那儿有个中华公所 中华公所 我还在那儿学过英文 就挂了个青天白日期 就是那个华侨组织 因为你想这个 出去的华侨 它也得有个归属 就像现在 现在这个这么多华侨 你得到中共领事馆去 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庆到了游行什么之类 可是我82年去的时候 大陆去的人还非常少 那我是1月6号 到的纽约 然后1月底 就正好碰上 就是春节 春节 黄天洗地 鞭炮 锣鼓 五狮子 什么这些 那China Town 很小一块地盘 当中是Kanel Street 运河街 对面就小意大利 此外就是别的白人的区域 那么它转过来转过去 转过来转过去 踩的那个雪 它就那么小的一个街区 很快乐 但是就我真是悲从中来 就特别难受 就不停地流眼泪 我就就我第一次有种流亡的感觉 因为此前我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理所当然我是大陆的 我是中国的 但是我忽然发现就是 是有这么一群人 在这么远的一个城市 每年过春节 每年游行 在那儿 举着他们的旗子 所以这个 说起来中国古典文学 古典戏剧 这是老套路了 是烽火离乱 很简单 这都是烽火离乱的故事 什么桃花扇 什么这些 这讲的全都是这些事 流亡 都是这个 流离失所 到了别的地方 那最悲哀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有这种流亡经验 有时候 大家就不想谈了 比如说我们不是谈过 我很喜欢杜甫那首诗吗 江南逢离归年 说是你像这个 胡适啊 就说是到了这个 晚年的时候 老爱给人写杜甫的两句诗 写成一对联嘛 哪两句诗呢 就叫 试乱遭飘荡 生还几人随